你好 龚哥生物小讲堂 哇特别气话 这一回呢 龚哥要来跟各位介绍一本很美的书 它的title是世界最美的动物图鉴 包括有微距动态深海摄影 还有用科学观察360度 加动物的特征及演化过程 它的英文的书名是 The Science of Animals Inside Their Secret World 我是把它想成就是动物的秘密生命啊 我们来看一下它的书腰 这本书它的特色是 这个是有非常生动细腻的生态摄影 还有重点是有非常多专业的动物学的介绍 这一本我自己自真的整本看完之后觉得 哇太适合从小小朋友 这可能国小的孩子们 他看着就会看着照片图片 就会对这个世界的动物产生兴趣 国小国中甚至到高中 在这里面呢 看着动物学介绍的文本 也都能够得到一些东西 这本真的是太值得推荐 所以龚哥这边呢 来跟各位好好的介绍一下 这本书的特色 首先先介绍一下 就是他官方的一些说明 这本书它的那个目录页 里面所用的都是用身体部位作为分类 首先他会先介绍动物的一些基本的定义 接下来呢 用什么对称性啦 外表啦 骨骼啦 前肢后肢 有没有棋 有没有谱之类的 来进行各个章节的分类 在这里面除了一边介绍身体的结构之外 也会介绍它的功能 并且在演化上面呢 它是怎么样 增加它的速度 然后让它在生存上呢 会具有优势 所以其实横跨了包括从细胞阶层 一直到生态的阶层 都是通通的掌握在里面 好 第二个重点 哇 真的是太美了 它的这个摄影 包括有的是很近的摄影 有的是动态摄影 在深海之中的影片 的照片 在这本书里面呢 都非常的呈现出来 而且它还会配合上很好的文本 介绍一些有趣的故事 让我们在看的过程里面 一点都不会无聊 反而好像在家里面自己看了一座动物园似的 第三个 这个照片真的是因为太美 所以我强调它在美学的部分 或者美感的养成上 对于小小的孩子 或是我们成人 其实都有办法得到很多东西 那么这本书是怎么来的呢 它其实是就是在国外的DK出版社 然后呢 它是专门在做一些百科图文书的出版社 它的照片的那个品质真的是相当相当的好 并且他们也是还蛮有期许 就是他们在文字的部分呢 会很仔细的去介绍 他们撰写撰稿的人也都是大有来头 所以我们等一下 龚哥就好好来跟各位介绍 到底我为什么会觉得这一本很值得推荐 好 接下来就是龚哥流了 我来介绍一下 我看完了之后 觉得因应呢 我们在台湾的学子们到底这一本为什么值得买 第一个呢 他很强调科学史 在108课纲里面呢 我们也很强调科学史的编撰 所以像龚哥在编写课本的时候 也都会强调把科学史写进去 好 例如说大家如果在高一的时候 或是国中应该都有学过这个达尔文 而达尔文呢 他其实在整个小列群号的过程里面 他经历了非常的多 我们在高中课本里面也都有提到 但是他不是一步到位的 例如说他回国之后 他把他收集了一大堆鸟类的标本 事实上是给他的一个好友叫做古尔德 这个古尔德的人名跟介绍 在这本书里面也都有提到 这个古尔德呢 就看着达尔文收集回来的这些鸟类标本 发现其实他们都是不同种 但是都是很类似的鸟类 那在跟达尔文回馈的过程里面 也慢慢的让达尔文萌生出这个天泽缩的概念 并且在达尔文之后 左边这张图呢是非常有名的黑格尔或海格尔 在我们高中课本里面也常常讲到他 三戒说啦 然后还有奠定了一些生命术的概念 他本身黑格尔他本身也是一个非常好的画家 所以左边就可以看到黑格尔他所画的这些章鱼 真的是很美 所以在科学史这里面呢 好多好多篇幅都有提到 因此在看完这本书之后 我觉得第一个重点是 您会对于这个跟动物相关的科学史 您会更有想法 第二个艺术史 在这个现在星赫纲之下 会强调美感的养成 这个美感在我们生物科里面更是腐蚀即是 有太多太多的那个艺术的作品 其实都是以我们生物而作为基底的 好那这边我就挑选一个 例如说在文艺复兴的时期 那个时候呢 艺术蓬勃的发展 例如说右上方这张像熊的树描图 是谁画的呢 好就是明文侠尔的达文西 好所以达文西事实上他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 素描的画家 其实如果说他摆到现在说他是一个动物学家也完全不为过 因为我们都知道达文西根本就是大天才 他除了绘画之外 他还设计了很多有趣的机关 还有甚至人体解剖的部分 好那左边的地方也是介绍其他在文艺复兴时期 画家在观赏这个真实的动物或者是毛皮剥制标本之后所绘制下来的的图 好那我们这里面有讲到好多包括史前时代开始一直到各个时期 好也包括我们东方的一些艺术相关的作品 好这个看的时候呢就是可以跟艺术的部分可以进行结合 好这个是我觉得这本书的第二个特色 第三个美学啊美学这个特色我觉得这整本根本就是腐蚀即逝 您随便翻开任何一页都觉得真的好美 这个美的感觉是你也不用去严明 你一看就觉得真的太美了 好但是这边所看到的好多美都是科学之美 好例如说我就随便以这张图为例好了 各位看着这张图可能会觉得这有点超现实 好像是假的 但其实不是哦 这个其实是一个我们在做静置标本的时候的一种特殊技巧 叫做透明标本 好这边透明标本呢都是拿真正的动物 把它呢先泡芙马林 让蛋白质变性固定之后呢 再利用酵素去把它的蛋白质把它分解造成透明化 这张图里面您会很明显可以看得到 常常出现红色跟蓝色这两种颜色 而这个红色是一种叫做芡素红的染剂 它专门会染硬骨 蓝色的部分呢是一种叫做亚里西安蓝 它可以染软骨 好所以动物如果说我们都有硬骨跟软骨的部分 染起来就会像是这个样子 哇看起来是不是真的很美 而在这个美的背后 其实它也会告诉我们 例如说在比较解剖学上面呢 在我们脊椎动物 它从鱼类两身爬虫等等 中间呢它的各种骨骼到底是怎么样改变的 是怎么样演化的 所以在这个美感跟科学的结合上 这本书真的是太棒了 最后如果说以我一个高中生物老师来讲 我要不要推荐给我高中的学生 我觉得也是完全没有问题 因为在这本里面有相当多 在我们高中课程延伸的内容 当然国中国小也都可以得到中间部分的资讯 我就随便挑两个我们高中课程会讲到的例子 第一个取得氧气 也就是呼吸 讲到呼吸的系统 这个呼吸的系统呢 我们会介绍到就是例如说有腮还有肺 腮呢我们在高中课本里面 比较介绍的是内腮 也有可能有稍微提到外腮的概念 而在现在这一页里面 它以一种海蝗牛 海阔鱼 这边有介绍 这是一种很美的海阔鱼 这个地方是它的外腮 这边也有看到外腮 所以它的这个外腮 会呈现出一个这样的形状 并且它去跟其他的熔原的外腮 然后跟老鼠的肺呢 去进行比较 得到说在演化的过程里面 我们从水深的状态到陆深的状态 从外腮和内腮到肺 肺里面从没有肺泡到有肺泡 这个过程其实都是代表着演化呢 一步一步的让在不同的环境之中 大家得到氧气的那个效率跟策略会 效率会更好 第二个例子 我们在介绍视觉的时候呢 也会介绍 例如说人类的眼睛构造 在讲到人类眼睛构造的时候 龚哥都很喜欢介绍盲点 这个盲点的原因呢 其实是因为我们的人的眼睛很奇妙 就是我们的这个氏神经啊 氏神经其实是会 是由一个叫神经结细胞来产生跟排列 然后呢 我们真正接受的氏细胞呢 会在比较内层 假设这个地方是外 这个地方是内 然后这个地方是氏细胞 所以当光呢 由外往内传的时候 是在这个氏细胞的这一层 它才会感受到光 但是它会往回传 往回传了之后 这边的这个神经结细胞呢 会通通把它的轴土 会这样子输出出去 所以您看我这边画这条线 这个线其实就是氏神经 但是氏神经就必须呢 一定要穿过氏网膜 所以这边就会有一个地方 我们永远看不见 这个地方就叫盲点 而这个事实上 在我们讲演化的时候 就会讲 就算是人的眼睛 其实也是有瑕疵的 但是我们反而来看 例如说像是他们 像是蜘蛛呢 它的单眼 您可以看到这个地方呢 光线从这里打过来 它的这一个 氏神经是直接往后传出去 也就是它并不需要再去 穿过氏网膜 所以反而蜘蛛 它是没有盲点 在这一点来看 他们的视觉其实比我们还要好 还有好多好多的例子 都在这整本书里面 这本书内容相当的丰富 功课在这个地方呢 非常的推荐各位 您可以在网路上面 看看他们的介绍 或者到实体书店呢 去翻翻看 好那感谢听到现在的您 我这边呢 有一个证书活动 请您在这个 YouTube的影片下方 写这两个问题 第一个是为什么你那么喜欢生物学 第二个是任意给我的一句话 或者您就挑选其中的一个问题回答也可以 好那么在影片公布三日之后呢 我会在影片的留言区 还有YouTube的社群会公布两位得奖者 然后这个是警线台湾的活动 请得奖者呢 要在我的这个YouTube的社群 在YouTube的社群下面 要留下您的脸书的名称 这样我才能做对应 很抱歉 因为YouTube没有办法私讯 好那么再请得奖者到脸书呢 去私讯公歌生物小讲堂的粉丝专页 跟我说您的真实姓名跟联络方式 好如果说您都同意以上这些事情 那我会在三天之后 抽出两位幸运的观众 好并且送你这本书 好以上呢就是今天的内容 谢谢各位的收听